在我家一年到头吃的最多的荤菜绝对是鸭子 以至于我现在烧鸭子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一般点的饭店都是比不上的 我在老家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炒鸭子 杀好之后我会让老板用稻草烧一下 吃着会更香 尽量砍小块一点更入味 水开之后撇去这个血沫 捞出用温水再抓洗两遍 沥干水分备用 配料都在这一盘里面了 这里是青红辣椒蒜苗 然后这边是姜蒜末还有橘子皮 烧鸭子我都喜欢用菜籽油 把菜籽油烧狠一点 然后再下入沥干水分的鸭子 中小火慢慢煸炒 把鸭肉的水汽炒干 下入姜蒜末橘子皮 以及一勺豆瓣酱 吃不惯豆瓣酱的也可以不放哦 继续翻炒至上色 然后调味料我们先放盐 让它有个底味 沿着锅边再来两圈的白酒去新增香 炒至表皮焦黄 倒入开水盖上盖子 调成最小的火焖煮25分钟左右 还剩一点汤汁的时候就先盛出来备用 然后另起锅烧油 有猪油的话就建议用猪油 调成小火下入青红辣椒 能吃辣的可以再来点辣椒面 然后再加入屏幕上的这些调味料 炒出酱香味之后倒入鸭子 重新调回大火 边翻炒均匀边收汁 这样孤独个三五分钟呢 鸭肉就会更入味 出锅之前再放一点松鲜鲜蒸鲜 一把蒜苗叶子蒸香 再一次的翻拌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秋冬季节我很喜欢用这种小干锅 代替盘子用 边煮边吃 越吃就越入味 我一家人都很喜欢吃我烧的鸭子 每次好只要是我动手做的 就一定是光盘的